在反對派根據地霍姆斯、政府軍繼續炮轟民居 反對派指密集的時候一分鐘內多達十次轟雜 擊中多棟建築物 受到大馬士甲亦發生武裝衝突 時交汽車炸彈爆炸 炸死最少兩名安全部隊成員 不過未知哪一方發動襲擊 附近一個社區亦爆發激烈槍戰 聯合國觀察員用了兩天時間 終於進入星期三中部哈馬發生屠殺的村莊 一個村民都沒有 房屋留下很多個子彈洞和燒焦 觀察員檢守一堆子彈殼 跟隨觀察員入村的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指 村莊明顯發生過嚴重罪行 周圍遍布私鞋 路上有裝甲車和坦克洗過的痕跡 敘利亞多處受戰火洗禮 爆發人道危機 國際紅十字會指當地民眾嚴重缺乏食物和醫療服務 150萬人需要人道援助 聯合國特使安南都華盛頓 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商討敘利亞局勢 再次提及和平計劃未見成效 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霍夫到俄羅斯 和兩名副外長會面 尋求俄羅斯支持向敘利亞施壓 併領總統巴薩爾交出權力 但是俄羅斯堅決反對干預聖利亞局勢 avier Mooda